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讲一下周末我们没有节目 这个周末没有节目 休息两天 这是盖茨 佛罗里达州的议员 众议院的议员 在美国众议院当中 是川普的代言人 完全可以这么讲 川普代言人 让美国再伟大的 最强硬的支持者 那他呢 我们现在用的是 新闻周刊 新闻周刊引用了 斯蒂文班农的话 班农说 盖茨已经取代了 麦凯西成为了 美国现在众议院的 真正的议长 他所阐述道理 故事蛮简单的 牵扯到就是一个 牵扯到议会的预算的问题 要关闭政府 关闭政府就是 威胁他有关预算的问题 盖茨呢 也给新闻周刊 发了一个短信 就发了一个email 讲述了他的观点 他聚集了七个人 这七个人 都是让美国再伟大的人 当然他们 这是美国 大家知道 这看起来是政治 但影响到美国 真正的故事 在某种程度上 川普达到了 能够能够遏制 就是控制美国共和党 在议会的一切 你可以说 川普成功在控制国会 可以这么讲 在 你看把它叫做 吹帘听政 我觉得叫什么都可以 这是一个很有趣 很有趣的 那当然对美国政府来讲 对美国政府来讲 和对美国民众来讲 褒奖不一 因为很显然 这是政府 如果政府停 联邦政府停摆的话 对美国当然是影响巨大 对对美国普通人 也影响巨大 这是无容置疑的 但是呢 盖茨就讲述了 明确讲述了 他执行的基本是 川普的政策 那他没有 他没有说是川普在垂帘停政 但是他提 他说我在国会 已经待了七年了 我看到这七年过程中 现在美国的 美国的这个国会 美国的债务 33万亿 这七年当中 我就经历了这33万亿增长的过程 创纪录了 增长的过程 所以我不想 让他再继续这样下去 因为你们的借口是一样 你们的借口是一致 所以那我就我个人来讲 他说我狙击了一些人 这些人足以改变今天美国的一切 我要改变是他们的政策 那这而这种政策呢 使得美国失去了本身的应该有的地位 所以他讲的借口是这个 他讲的说法是这个说法 那背后呢 有着川普强烈的支持 官教政府 那川普讲的官教政府 同样是来自于另外一个概念 就是他会促使 川普主要是从联邦政府 联邦司法部 对川普的指控 他认为那是一种武器化的东西 那关闭政府就会促使他的案子 本身后面很难 就是很难运作 很难怎么办 大家可能听起来 对很多朋友听起来不一定舒服 为了你案子你就关闭政府 那而盖茨是这么提的 盖茨是针对某些具体的款项 他主要是针对国防款项 针对国防款项 他说关闭 原因就是美国的政府 不能够有效的保证 美国南部边界的这种安全 今年过境大概一百七十万 一百七十万人过境了已经 那每个月有十多万人 那到去如果加上拜登执政的话 过了三百多万人 这是一个很可怕很可怕的数字 绝大部分都是非法 所以那盖茨就说 这是你拜登政府的原因 那今天我们有机会去左右美国国会 绝对不能让你发声 你必须改变 所以将基本上的僵持就在那 那麦凯西呢 那麦凯西呢出于他 他站在他的角度 他希望就是一种给时间 给缓和 不要让政府停摆 那他的位置肯定是这么个位置 所以这就基本上就这么一个 一个格局 那搜发都目前是个僵局 这个周末呢 那麦凯西说 那所有议员都回家放假 他也不谈了 因为这事报谈了 他也不谈了 就这样 整个僵持就 就以这样的方式出现 但斯蒂文 班农就说呢 那盖茨成功的 实控掌握了这个话语权 就掌握了这个议长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 就颠覆了美国的国会 那他等于是代表川普 当然班农也没这么说 他代表川普 但他实际是 基本上的新闻概念 就是这么个新闻概念 所以那就代表美国本身呢 说句心理话 他正谈在发生着 很实质性的改变 非常实质 盖茨有效控制了议长 班农说 那他其实成为了实际的 实际的议长 那所有目光集中在 共和党身上 那盖茨跟麦凯西 发生了争论 那盖茨是一群 强硬的保守派 直接攻击了 今天的麦凯西 甚至包括要把它换掉 那而该派系 拒绝短向的这种决议 会促使政府停摆 今天就刚才 告诉新闻周刊 说持续的做法 就是永远是失败 债务永远是 那我必须让美国回到正轨 那班农的答复就是 盖茨已经成为了真正的议长 他在这个众议院的说法 就是他认可的说法 会迫使麦凯西必须遵守 他没有出路 因为就是他占这个数字 就是他占了这个 他占了七个票 要想阻止麦凯 因为美国民主党人肯定 不支持共和党支持的做法 所以他就站在了一个对立面 去反对进行的共和党 这样的话就就出现 那民主党人在这个背景之下呢 当然有他个人的看法了 这些都是 大家看到是一种党派之争 那我跟大家分析就是 其实川普在 川普的意见 可以在国会实施 透过盖茨在实施 美国的政策出现了这样的变化 你当朋友们都可以谴责这谴责那 这些我觉得应该跟不应该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评价 我个人不太想评价 真的不太想评价 因为里头牵扯到政治因素太多 但是川普实际的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这应该不能让别人怀疑了 所以这川普的力量就 真正透过这种故事就展示出来 那盖茨说 要把五角大楼的支撑 支出法案 要给他 要给他暂停 所以他针对是军队 我不认为这是严肃的方式 因为我们已经有32万亿 实际是33万亿债务 90年代中期就一直这么干 那他需要呢 说需要时间 他说我在这里待了七年了 永远是这样 所以我今天不想让他再继续下去 我们必须改变 那这里面就还提到说 共和党人的立法的意识形态出现了改变 众议院今天真的放弃了麦凯西的战略 在接受盖茨的单一的想法 里面就讲述了这样 所以原因就是中央缺少管制力 麦凯西缺少一种限制力 他没有力量去约束这些 故意支援我们的支付账单 下周四三点每个人都回家 这不是法国的工作周 我们这一次带来的就是政府资金危机 必须解决主管问题 再威胁麦凯西了 那另外一些议员提出来要防止关闭 这是这一般都是政治上的东西 所以我们跟大家强调就是川普的力量 川普的力量在众议院真的展现出来 谁对谁错我们不敢 我真的不管 我以为那是政治上的 博杀都有他们的政治利益 那川普的力量跟他的意志 在国会真实的展现 这是所有人意识到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